这是启动的下部分上部分在主页 大家有兴趣自己去翻翻哦 哈喽大家好呀 这里是小瑶和小海呀 我是小瑶 然后关于启动如何发力的这个问题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站在这边 如果往前正手的话 就是左脚去启动 这样左脚去蹬 右脚去迈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看很多球友跑步法是 两个脚只用一个脚每次 它蹬就只蹬 然后前面脚也不管 或者是就只迈 后面脚就不蹬 但是这两个东西都是要一起的 不然不走呀 走不远呀 稍微注意一下 没有两个脚一起这样往下蹲的时候啊 没有启动这样是不对的 你很难出去 就是如果你两个脚这样往下蹲 重心就已经下去了 你就走不出去了 你的启动一定是要一个脚 就是要有带变相的过程的 是不能往下去走 或者往上去蹦的 这样子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后场的话 正手这边也是左脚 准备好左脚这样去蹬 然后挥开 头顶这边也是右脚 右脚这样去转身 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不要这样去侧身并步啊 一般我们都是会先转身 然后再去并步 这个要注意一下 大家在我前面做的示范里面 应该也能看到 就是我的启动也是这样 就是分开跳一下 然后再去动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不是被刻意训练出来的 这个是我的一个方法 每个人启动的方式都不一样 大家在看各种国际比赛中 每个选手的启动方法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而且启动这个东西 跟腿部的力量 还有整个人的能力那些是有关系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腿没什么力 你可能是启动不了的 就刚开始的时候啊 像我们已经形成习惯了 就我现在没有练也没有力 但是也是可以的 只是比较慢而已 没有以前那么快 因为这个一定是需要 腿部的力量和能力的支撑 不然是动不了 确实就是这样子 还有大家练这个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放松一点 不要那么紧张 好像整个人是很绷紧的状态 你就会太紧张了 你就会没办法启动 你就会身体就会发硬 所以一定要放松 就是看着球去启动 或者是跑步法指挥的那种去启动 多去训练一下 步法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捷径 就是死命练 死命跑 很多很多球友问我 步法怎么快怎么好什么的 我讲那就是跑 成千上万次的跑 你就会快 你就会好 但是前提是你练的是正确的动作 不是错误的步法啊 大家要注意一下 首先这个视频只是我对步法的一个理解 没有绝对的对和错 如果你觉得别人说的好 你就听别人的 你觉得我说的好 你就听我的 都可以这样子 大家一定要注意 没有什么对错 这个东西只有合不合适自己 就像反拍高眼球的那个握拍一样 之前有发过 就是有的人这样发得出力 有的人这样发不出力 没有办法的这个东西 只要大家动作那些是对的 然后你能达到你最后想要的目的就可以了 关于启动 其实一个视频讲不完 因为它有很多东西 然后也关系到比较多其他的东西 所以之后的视频还是会发的 然后还有场上节奏啊 怎么控制 怎么去练 和启动怎么去练 步法要怎么做这些的 后面都会发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好啊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了 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 就直接评论私信我吧 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咯 拜拜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爱你哟